上班時間護證所總是滿滿的洽工民眾 不過仔細瞧瞧每個櫃檯桌上 都加裝了一個小型的案件機台 可以按啊 對 謝謝 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合作 就有著非常滿意 普通等五個案件的機台 就是市府最新的政策 民眾滿意及時平分器 我們既然已經是五度的格局 那當然不管再說服務的效率 還是服務的品質 我們當然要跟著提升 那在這方面我們市長 在這方面不管是效率還是品質 跟量上他都很重視 那我們基層 護證書所是所有接觸民眾最基層的地方 所以民眾來的也最多 那我們如果讓民眾快速到 認同我們服務市長的這個理念跟政策 所以就我們來落實 他們態度真的很親切 很和諱 工作效率又好 應該有了表現 服務好的話 馬上就有一個鼓勵的作用 對 那服務不好的話 也是給他們一點壓力這樣 應該 目前他們態度都很好 工作效率都很好 政府現在越來越重視公務人員的服務品質 因為以往的隱秘考核等機制成效有限 而現在這套民眾滿意即時評分器 可以將每一次的評分記錄下來 供主管作為考基的參考 除了有數據公示後檢討之外 它還有一項即時性的作用 民眾受理的時候如果有按到不滿意或者是非常不滿意的話 那我們主管這邊就會接收到這個訊息 那如果是政見不合的話我們主管也當然會委婉的再解釋 請他補錢再來辦理 那如果是我們人員的舒服 那我們就會自我檢討 我下次要怎麼樣做 民眾來我要怎麼樣去處理 他才會滿意這樣 也是說按照這種正常的程序來服務民眾這樣 我會覺得壓力很大 壓力當然是大 但是就是 時代在進步啦 我們也是要要求自己要提高 就是現在是為民服務的社會 我們是要提高我們自己的那個 就是為民服務的精神 透過即時評分器 民眾的有感得以立即抒發 讓公務員難免有些壓力 不過時代在變遷 公務員的服務態度 關係到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感 而滿意度的提升 台中才能更接近幸福的城市 記者維亭台中什麼島